介绍一下MARC点功能测试 MARC点在PCB的任何位置可以设定 今天我们启用了一个这个点 两个点的一个MARC点 首先我们打开软件 打开实装 切换一下 我们右侧有两个按键 一个是MARC点的摄像机 一个是IC的摄像机 切换一下 今天我们测试MARC点 就切换到MARC点摄像机 首先到PCB原点 就这样吧 属性吧 先点属性 属性里面 我们启用这个 把这个打开 如果是用MARC点的话 首先要启用 启用这个MARC点 这个MARC点的一个参数就弹出来了 第一个MARC点一 与那个PP原点的距离 那这个呢 就是原点和MARC点一的一个坐标 MARC点二 看MARC点二 与PP原点的距离 那它就是MARC点二的一个坐标 一切这两个点的坐标 都是以MARC与PCB原点为基准的 设定时间大家要注意 然后就是一个测试的一个 这个MARC点测试 那首先我们启用之前要测试你的PCB 看软件能否识别 我们把MARC点跑过去 我们把MARC点跑过去 首先到原点 首先这个原点位置是对的 然后我们到 然后点开 点开那个属性 我们这个已经是设置好的 那你没设置过以后 首先这里要清零 把MARC点一和MARC点二的 设置清零 然后用手动坐标 让摄像机 跑到你第一个MARC点位置 提取一下坐标 让用同样的方法 跑到第二个MARC点 再用这个提取键 把坐标提取进去 好 取消一下 我们现在让它 跑到第一个MARC点 第一个 复背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然后呢 这个红框 红框太大 改小一点 好 你看 这个红框 红框的范围是 刚好圈到MARC点五 刚刚好 太大容易干扰 如果太小的话 它的 这个 微调距离 太小 所以说要调的这个距离是 目前推荐的是 就是一毫米的MARC点的话 你就推荐就是这个距离 好 测试一下 右键属性 属性 点一下 那我们识别 点一下识别 看一下这个点是否能识别 好 那能识别以后 你看在上面有一个红框圈一下 这个表示就可以识别了 好了 然后跑第二个 第二个MARC点 好 再测试一下是否能识别 好 可以识别 如果这时间不能识别 调整你的光源强度 或者看你的PEB 是否那个 这个设置的质量不太好 好 TTP有时间 那个厂家做的 可能不太标准 不能识别 好了 我们这时间就是说 测试一下 MARC点 1和2的一个 副位 先副位 那它开取这个功能以后 每次贴装之前 它会扫描这两个点 是否正确 1和2 对 好 测试1和2 好 正确 那这个1和2的 那副肤标 给它点一下 复位 复位 你不复位 都不行 那这个菜单在这个 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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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TTP板MARC点 那1和 检测1和2 好 检测 好 好 检测2个点 这就OK了 就可以了 表示可以识别